今天是2022年9月5日星期一 又到了开榜的日子 腾讯音乐游泥榜公布了最新一期的周榜榜单 周深的新歌于晴 斩获了周榜第二名 虽然排名结果有点遗憾 但是98.49的评分也是相当的高了 比上一周于晴的成绩还要高 值得一提的是 在歌曲五大维度方面 这首歌曲的评论 拿下了推荐度和畅销度两项第一 而歌曲喜好度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 相比第一名播放热度稍稍落后了一些 不过总体而言还是要恭喜周深 能够取得不错的好成绩 另外第29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 第二阶段的票选活动也结束了 周深的歌曲光亮毫无悬念的 拿下了第二阶段的冠军 同时也是连续两个阶段的冠军 歌曲光亮在第一阶段以391.3万票多冠 第二阶段以446.6万票多冠 不知道这首歌曲在最后的第三阶段 是否能够突破500万票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小编会论视频的介绍区放一只第三阶段的投票链接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助力一下 目前歌曲光亮已接近8万票的票数战列第一 期待这首歌曲能够拿下30钱的Top1 既然说到了这里 小编还是要再提一下另一个投票活动 那就是2022微博音乐盛典了 周深有多首歌曲入围了歌曲赛道 其中歌曲My Only获得了不熟的表现 目前从拍面来看 这首歌曲从原先的第九位 上升一位到了第八位 而周深加盟的2021成都朝拜72小时 则是位列演出IP赛道的第三名 喜欢周深的小伙伴也可以去助力一下 最后说一下小刀消息 最近网络上有消息称 周深将会飞行湖南卫视新综艺 星星的约定 这则消息也有多位朋友在小编的视频评论区爆料过 再加上小编看到周深的IP已转为云南 所以小编在这里还是要提一下 星星的约定是一档旅中 期待周深的光线消息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见诚心 观众集合并订阅我们下期待